乘客檢票上車這是羅東轉運站每天的風景 肩負著國道以及宜蘭地區交通轉運的重擔 而為了提供更舒適的轉乘空間 即將竣工的新羅東轉運站 也將承接北部跟東半部地區轉乘的重要任務 這裡將來有16席的月台 包括我們的市區公車也都會在這裡停靠 那臨時接送區就是我們以後要接送家人的地方 就在我們前方的這個傳譯路上面 不過相較舊站新站的地點想要轉乘台鐵 還多了200公尺的距離 民眾轉乘的方便性也讓客運業者相同老心 因為當初整個縣府他有做一個晴空走廊 那我們會剛開始會來觀察 是不是在初期是不是有需要 有一個所謂的一個Shadow Bus的概念 來做一個轉乘介入服務 從101年至今羅東轉運站已服務12年 每年服務多達500萬人次 業者期盼新設的轉運站能夠突破過往轉運流量 去年這個7月中旬開始的TPass 確實對於這個短途運輸裡面有很大的幫助 那我們整個這個轉運乘客的量體 也回覆到以前這個短途客運尖鋒時節大概9成左右 未來我們期待整個羅東轉運站它的運能 可以突破現在每年500萬次的流量 那至於階段臨時性的轉運站階段性的已經完成了 階段性的已經12年了 一年有500個轉運 500萬的這個轉運人次 所以呢花費了很大的功能 那現在呢 到了這個西南轉運站 希望呢大家都能夠多多的利用 赤資10億元耗費3年 如今新羅東轉運站將完工驗收 預計今年9月初啟用 幸福期待能提供返鄉遊子以及觀光旅客 享受更舒適的轉乘空間 拼出宜蘭好交通 原始新聞可照馬亞柏拉路樣 一蘭羅東才有報導